卫福部台东医院4月16日 接获台东县卫生局指示 暂停急诊一般业务 只收治卫生局派送的COVID-19个案 经过13天之后 终于在4月29日 重启急诊部门的一般医疗业务 卫福部台东医院4月16日 接获台东县卫生局指示 暂停急诊一般业务 只收治卫生局派送的COVID-19个案 而经历了13天之后 终于在4月29日 重启急诊部门的一般医疗业务 而院方的公务人员 在当日中午即刻拆除急诊的感控围离 并通知台东县消防局 即刻起可以收治急诊病患 而根据了解 不动医院在卫福部 放宽疫情相关措施之后 在4月27日发文卫生局 预计依照滚动式修正的防疫 作为恢复急诊业务 以符合全国降载医疗负担的规划 而不动医院在两天后 收到同意重启急诊业务的回函 院方也在第一时间 指派公务同仁移除管制动线 并将急诊通往院区的防疫围离拆除 同时也将依照疾管署要求 落实防疫规定 以及COVID-19裁减 就诊以及住院分流 降低疾病的传播风险 记者潘哲宇台东市报导 你搞清楚 你感觉了 请不吝点赞 击